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外贸型企业 它的财务记账都是什么样的 我们在讲到外贸型企业退税的核算原理的时候 给大家举过这个例子 有这个例题 大家应该刚刚看过 我这个例题举的是它是17%的退税率 液压缸实际的退税率确实是17% 那它的整个进向税都能退回来 但是我们要是做账务处理的话 这个不是很完整 因为有些同学可能从事的这个企业 它的货品出口的这个货物退税率是17%的 那很简单很好处理 没有进向税转出 那有的同学企业现在在销售的商品 可能不是17%的 那就会有正退税差 这个正退税差要做进向税转出 为了咱们把这个账务处理完整一下 我们把这个例题 我们暂时给它改为 假设它液压缸的退税率是15% 这样它就有一个正退税差了 你看我这道例题呢 采购液压缸的采购金额是70万 那我应退税额呢 就应该是70万乘以15%了 对吧 是采购金额乘以退税率 得到的是我们的应退税额 是10万5千 那我们进向税本来是有11万9的 那不是还有14万吗 这14万进向税怎么处理呢 我们做进向税转出 它核算的时候怎么核算呢 用采购金额70万乘以征退税差 这2%啊是应该用括号17%减15%的 如果同学们的企业 比如说是这个某个商品的退税率是5% 那你就只能是乘以17%减5% 那可能就剩12%都得做进向税转出了 明白吗 那我们这个例子咱们假设呢 它是有2%的征退税差 那会有1.4万呢要做进向税转出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整个的账务处理啊 从采购开始一直到销售出去 到退税款拿回来 我们的账务处理是应该是怎么样的 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在采购这个商品的时候 借记库存商品 对吧 这个外贸型企业不计存货啊 计库存商品 二级科目压压缸啊 你是买的什么 二级科目就计什么就可以了 然后呢 有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进向税11万9 你把这11万9呢 都搁到进向税里 我们不管是这个内销商品 还是外销商品 在账务上 它的进的科目都是一个啊 都是搁在进向税里 但是你要单独做台账 哪些商品呢 我可能要出口 哪些商品我要做内销 这样的时候呢 你在添增值税报表的时候 才能添好 要不然呢 你就不能够填写增值税报表了 外贸企业就是这样 它进向税呢 分两条腿走路 你得自己做个台账 把它分清楚 账务处理都是寄到进向税里啊 然后待机应付账款 这个没问题 我们这一个分路呢 应该在国内企业啊 都是常见的 这个分路应该不会有错 然后我们看出口的时候 出口的时候 我们这个例子 举个例子是FOB价成交 FOB价成交呢 我们就没有运保费的这个 这个问题 就不涉及运保费 对吧 我们把货物装上船 货物发走 我们这个义务就完成了 我们就寄了 准备没有收入 对吧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大家看一下 借记应收账款国外客户 我们要设计一个 这国外客户 我们要在科目设置这儿 不管你是用的用友啊 间谍呀 还是其他的一些国外的软件 SOAP啊什么的 你在科目设置的时候呢 都在这儿 就是这个科目啊 比如说应收账款 你国外的某个某个客户 你把外币核算把它挑上 因为你应收款 是外币的 你把外币核算挑个高就行了 然后一般默认为美元 如果你是欧元呢 日元呢 还可以改成其他的这个币种 都是可以的 那我们寄收入的时候呢 我这个例题是折完了 是一百万 那实际上呢 我们不是这样折呢 我们寄应收账款的时候 借记的是美元 然后汇率是我们这个月初设定的 财务系统 财务的寄账系统 在月初会设定一个汇率 一般默认为 上个月底的那个汇率 就是这个月初的 你比如说这个美金 应该是15.38 我们的汇率好像是 给的6.5 对吧 然后核算出来的这个 人民币正好是一百万 代际呢 主营业务收入一百万 全都是主营业务收入 没有运保费的说法 对吧 没有运保费 我们是FOB价成交 那同时呢 我们要节转成本 这个跟内销商品是一样的 我们代际库存商品 借到主营业务收入里 主营业务成本里 这个叫节转成本 跟我们内销商品一样 如果啊 这个写的并记啊 这是如果 如果你要是发生了 就是在内陆运输 发生了运保费 比如说在国内运输 这一段啊 你像我这个刚才这个例子讲的 我整个这个业务 出口业务发生了运输费十万 保险费八万 如果我要是给国外客户代电的话 这块呢 我应该借记什么呢 我应该借记其他营收款 我不应该记销售费用 对吧 如果我要是国内 就是在国内运输这段 我发生了运费跟保险费 可能金额没这么大啊 但是就给大家举个例子 国内运输这段 是由我们公司自己来承担的 那我们就借记销售费用 为了销售形成的这个运保费 借记销售费用 如果我是带电的 带对方客户便付的 我们就记其他营收款 这个都是在FOB价的 这个成交方式下啊 代记什么呢 代记都是一样的 代记其他营付款 某某某货代公司 你要是直接就给货代公司 把这个钱打过去了呢 就代记银行存款 就更好办了 一般我们给货代公司 都是按月节啊 或者是两个月节一回 或者一个月节一回 这个货代公司的 运保费款啊 仓储费呀 还有代理曝关费呀 都不会每次单独给的 都会按月节啊 所以我们代记其他营付款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如果我们是CRF价成交的话 我们应该怎么记账 我们这个例子虽然是FOB价 但是为了让大家都能够 把每一种贸易方式下面的记账 都应该熟知啊 我们就假设 如果它是CRF价成交的话 我们怎么记账呢 如果CRF价成交的话 那个运保费 对方客户是给我们的 对吧 我们就不能记其他营收款了 我记什么呢 整个记营收账款 我的合同上规定的 这个价款 就是118万人民币 可能你写的是 合同价款应该是规定的 18.15万美元 比如这样写的 它是含有运保费的 我们成交价格里就含有了运保费 那我应收账款呢 应该记全额的 118万 当然我们也是先输美元 然后带出汇率来 它自动合成118万的 是这样记的 然后呢 代记 总预业务收入 代记多少呢 代记100万 虽然你价款里规定的 你的成交呢 一共是118万 但是你收入 你货品的收入 只有一百万 另外那18万是什么呢 是运保费 等于你这边呢 就是底线支出了 对方客户会给你的 这个运保费 我们不能记到收入里 代记到其他应付款 某某某货贷公司 要这样记啊 主任业务收入永远不要变 它永远是FOB价 跟我们出口 出口退税申报是一样的 要报FOB价 它是货物的价值 然后同时截转成本 这个截转成本没什么讲的啊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增值税申报啊 刚才是账务处理 我们账务处理完了 账务处理完啊 这是采购和销售的时候 那不还有一个出口退税 我们怎么记账吗 出口退税一般是下个月初 我们才记账的 什么时候呢 我下个月把这个增值出口退税申报完了 当然增值税也申报完了啊 出口退税申报完了 拿到了出口退税的这张汇总表 然后呢 我们再去记账 我们首先看一下到月底的时候 也是属于下月初了啊 下月初我们签增值税报表的时候 我们怎么填报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是一个截屏 大家记住也好啊 如果忘了的话啊 就可以看这个截屏 我们一般呢 把这个进向税 刚才说是十一万九 我们买了七十万的液压缸 带进向税十一万九 是吧 这十一万九呢 我们不搁在第一大项申报抵扣的进向税里 我们搁到第三大项里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打开一个真实的这个申报表啊 我们填负表二啊 负表二是增值税申报啊 这个大家都知道 神州浩天的增值税申报表 我不用给大家稀说 我们填这个增值税申报 申报表 负表二的时候 我们是填进向税的 你看第一大项这里嘛 是申报抵扣的进向税额 对吧 那我当月挑拨确认的进向税 我当月申报抵扣了 我就填在这个里边 然后呢 第二大项呢 有一个进向税转出 看到了吗 进向税转出额 如果我们有进向税转出 填在第二大项里 跟我们出口相关的 有哪一项呢 比如说这个免底退税不得 免底退税办法不得抵扣的进向税额 这是生产型企业 叫免底退税办法 不得抵扣的进向税额 是要做进向税转出的 那同样我们外贸企业 其实上是一样的 不过我们外贸企业呢 不这样填 我们外贸企业怎么填呢 我们整个把这个 刚才说的 带抵扣的进向税 刚才说的11万9 我们全部都填在 带抵扣的进向税里 你哪些退税了 哪些做进向税转出了 都在这个第三大项里 第三大项我们往下看啊 有一个本期认证相符 且本期未申报抵扣 我们就填在这一栏里 26栏 看到了吗 本期认证相符了 就是我们在这个增值税查询平台那里啊 把它调确认了 已经认证通过了 这个进向税 11万9 我们填在这个里边 然后呢 我们以后退税可以使用 但是说有的同学说 那我这次比如说 我是15%的退税率 那我退的是10万5 我还有1.4万座 进向税转出了 我在这个报表里怎么反应呢 你就不用反应 而且还有呢 就是我第三大项这里 哪些 比如说我一共加上 这是本期的 还有上面这一行 25栏是7出的 对吧 27栏是7末的 都有未抵扣的这个进向税 那我跟上面第一大项 申报抵扣的进向税 我怎么去核对比对 对吧 我一共这个 第三大项里 比如说100万的进向税金 是未申报抵扣的 在期末的时候 那我累计可能是退回来 有70万的税款退回了 有10万的进向税转出 还有一些在这个 第三大项里趴着呢 我要不要这种 就是特别明细的核算 怎么把它勾集上 这个不用 这个我已经跟数据 我们也再三沟通过 这个第三大项的进向税 进向税的数字 跟第一大项和你退税款 它没有比对 没有集合 没有集合的要求 明白吗 所以你就把这个 认证相符的进向税 要用作退税的 就填在这个栏词里 因为你这个栏词 你整个没有参与到 进向税抵扣 所以它跟这个 第一大项 没有勾集关系 就放心填写就好了 这是我们增值税报表的填报 就 外贸企业应该就这么多 然后我们还回到这个PPT来 我们增值税报表填写完了以后 我们就进行出口退税申报了 对吧 出口退税申报 我们有这个具体的申报方法的录制 申报完了以后 我们不是得到了一个汇总表吗 上面写着我们当月的应退税款是10万5 那我怎么记账呢 我借记其他应收款应收出口退税款10万5 那这样记啊 它是属于其他应收款 然后代记什么呢 代记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在这个二级科目下 所有的应交增值税 不管是进啊 出啊 转出啊 还是什么代抵扣啊 怎么抵消啊 都搁到应交增值税的这个二级科目下面 这里有个三级科目 叫出口退税 把它搁在这 那还有那个14,000是吧 14,000我们怎么记呢 我们借记主营义务成本 代记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三级科目 进向税转出 在代方 那你看我代方 进向税转出1万4 出口退税10.5万 跟我借方进向税的11万9 就平了 这就是我们外贸企业 所涉及到的 关于出口退税的 关于我们出口货物的 出口货物的收入 怎么记账 我们出口退税的应收退税款 我们怎么记账 就全给大家讲完了 但是你收到出口退税款 那就很好办了 接记银行存款 代记其他应收款 营收出口退税款 就结束了 好的 这是我们增值税的填报 和账务处理 接到我们下饭了